看到这个部分来看到 党院党大军拼选举 蔡英文呼叫817们 大家赶快回来了 但网友就开始不太开心了 怎么说 还有人说到 你总统每天在跑选举 我可以罢免你吗 感觉你们都没在做事 选举这么勤劳 你是总统 你可以关心一下国家大事好吗 我们的治安 我们的很多问题 好像都被你忽略了 少子化高物价高房价 诈骗园区 蔡英文下台净土城 因为这些东西 好像蔡英文都没看见 他眼里现在只有两个字选举 我们看到超级星期六 绿营大咖台中较劲 涌入了差不多是两万多人 那我们也看到蔡英文怎么样 多么勤劳 24小时内三度合体陈时中 24小时内三度合体陈时中 就是感觉好像赶快把陈时中的 北市救起来 我们看到11度合体蔡奇昌 再来就是赖清德 也是8度到台中立挺 而吴子佳呢 则提到说 民进党对于台中市的选情 应该是心里有数了啦 手脚恐怕都软了 这么多大咖去干什么呢 好像也没有用 那对于这部分来看到 台大政治系教授 左震东就提到了 其实我们蔡英文总统的FB 有315万粉丝团这么的高 但是每一则关于选举的点击率 只有3000多 其实相当的低 这样子换算下来 315万只有3000多而已 所以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的粉丝也觉醒了 似乎不失去控制的焦虑 感觉到国家不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 没有办法掌握明年以后的民进党 所以他现在是很担心的 我们往下一看到 卢秀燕四年前呢 以20万票的差距 中断林佳龙连任之路 但不过两年前 近5成7的台中人 把选票灌给了蔡英文 证明台中人是在摇摆的性格 这是一个警讯 大家要注意 地方人士呢也有提到说 有时市长大卫是要有天意的 如果投票前吹东风空污来袭 那台中人选票会摆向何处 也只有开票才知道了 所以也不是稳赢 国民党还是要非常的紧张 谨慎一点 再来就是 晓英他现在只顾选举 很焦虑耶 另外吴子佳也认为 蔡秦桑和民进党搞这些动作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啦 但还是很努力的在搞 然而绿营呢 假若行政资源很多 那为什么不去救桃园 去救台北 那吴子佳也举例了指出 在党外呢 其实有很多的状况 那在张俊宏第一次出来 选南投省议员 康宁祥是党外的大佬 全省党外辅选 那辅选行程却跳过了南投 因为资源很少 就要压在能够发挥的地方 对于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请哲哥 跟我们提醒一下 是的 第一个我想如果 蔡英文总统在治理国阵 能有像选举这么努力 我想中华民国 应该会更进步 更繁荣 大家日子会过得更好 所以我们都知道 民进党坦白讲 就像个选举机器一样 很会选举 很会操弄议题 带风向等等 可是在治理国阵 带领国家进步 却是完全没有方略 那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 这个周末当然也是趴趴走 那几个他重点 这个浮选的地区 尤其是台北市 大家也看得到他走得非常的勤啊 24小时三度合体 陈时中啊 那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 陈时中就是蔡英文总统 这个决定要提名他 甚至是布局 这个2024的这个总统 尤其是他的这个派系 他主义的这个陈建仁 来提早帮忙这个卡位 所以说当然对于蔡英文总统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位置 我指的是陈时中台北市这场选战 所以说他可以密切的跟陈时中合体 这是可以理解的啦 可是我想呢 蔡英文总统或民进党 大概忽略了这个台北市的选战 就如同他们同党的林佳龙所说的 就是说这个对民众的这个仇恨值 真的非常之高 而且即便是疫情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缓和下来 我想每天也是还有这个2万例 3万例左右 所以说在疫情不利 甚至是过去高端的种种的弊端 都冗罩在陈时中的身上 所以我想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 大概唯一能诉求的啦 就是他的基本盘 就是他铁粉史中的支持者 可是即便是西中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过去打了高端疫苗的 现在要出国处处受阻 出不了国甚至要自备 或者说高端提供的PCR才能出境等等 这些都会造成这个陈时中 在这一次选情的这个负面的冲击啦 那当然 昨天两个场子我们来看 就是说国民党在中立的场子 我看现场也喊出了3万人 那台中的民进党喊出2万人 我想不过我想这个人数是参考之用 我要讲的就是说 主要是大家对于这个整体的 这个执政的氛围 我想民进党这里很难 他一直想要输出他们的执政成绩 可是问题他的执政成绩就是非常的糟糕 所以这个相较民众对于这几年 不管是在这个疫情上 不管是在莱猪这个食安的议题上等等等 都可以感受到对于民进党的厌恶 所以说相比之下 相较之下高下立判 那即便是这个日本的学者 之前都已经评估了 看起来民进党这一次在限制党的选举 恐怕能斩获的非常有限 大概只有几个县市 那当然国民党我们要步步为营 也战战兢兢 我想只剩下最后一个礼拜 我们除了要提防下周 这个接下来民进党 有没有一些奥波等等 我们自己也要做最后的充斥 所以我们是乐观 但是绝对不松懈 没有错 梓泽哥提到了 乐观但是绝对不能松懈 因为还是有些地方是要千万小心的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抢好康喔